哈喽我是成功在私募机构做量化模型研究 在这里给您分享投资干货机构思维 下面就入实战学习 黄金五点公正之起涨形态 今天继续给大家解读成功率能在70%以上的交易系统 我们如何去制定 彻底远离亏损实现稳健收益 成功交给大家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交易体系 值得大家收藏点赞认证反复的学习 上期视频给大家详细解读了量 我们今天给大家解读价 即股票价格反映的是多空博弈下最终形成的股票形态 咱们详细来学习 价即起涨形态 股价大幅下跌50%以上 在低位形成火箭升空 地阳线双地偷奸地等 均属于标准的起涨形态 当天和第二天回才是建仓的时间闯口期 破心地止损非常明确 咱们今天通过单根K线和复杂的形态 给大家解读起涨形态 是因为我们在实战的过程中呢 这几种形态是最常见的实战性最强 我们先看第一种形态 火箭升空 就是股票大幅下跌以后 首先一个我们看到了 这个位置有一个量 这叫恐慌盘在低位放处 而这种量往往把散户给彻底洗出去 新的资金进来 而这个新的资金一定是能看到背后逻辑的主力 第二个交易日开始缩量 第三个交易日就开始火箭升空 只跌要起涨了 所以做投资关键的核心 就是要有耐心去等待 这种起涨标准的出现 当然前提是我们先学会如何制定这个标准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量呢 不算太大 起涨量不足的情况下 实际上后期要补量 这个上涨的空间才会大 否则很容易尤折 我们再看第二个火箭升空 这个长的下影线更长 这个下影线越长 称交量越大 就是说它反转的概率就越大 从之前回来我们看呢 同样它也出现过背量的阴线 但之后很快缩量 缩量以后 这个火箭升空的起涨出现背量 所以后期我们看到一波非常凌厉的反弹 当我们建立起这种模型以后 那么在收出火箭升空的日内 通过多雨空的博弈 我们可以判断出 它收出火箭升空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么在日内就可以适当的进行关注了 降格交易日如果有往下的回踩 这个回踩要缩量 缩量的回踩 回踩下来的支撑 实际是前个交易日的均加线 一旦攀中止跌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的关注机会 破心低止损 这叫小亏 做对了 大赚一波 赚多少 其实不知道 要学会让利润奔跑 单凭一个指标 或者单凭一个形态 是不可能做到高概率的 只有形成黄金五点的共振 最好能再结合一下政策 这个时候出来的形态 它成功率才会真正的达到我们70%以上 所以这期啊 非常详细的系统性的培训课程 大家一定要认证的学完 并且要反复的学去消化掉 才是自己的能力 在我们解读完K线形态以后 还会有实战案例 以及我们都以未来形态走势的预判 要给大家留作业 所以要想让股票成为自己真正的投资的区道 一定要认证学习 认证看完 好 我们再看地阳线 那么地阳线 同样也是要大幅下跌 而在低位也是出现了恐慌盘杀处 这种恐慌情绪得到释放以后 我们试问一下 谁在卖谁在买 那很显然 恐慌的是我们不明真相的小散户 声套大亏低位割肉 而知道逻辑的 大资金主力开始低位接货 因为他们知道用不了多久 后期就会出现反弹 你看第二个交易 一个低开 再把一批不明真相的小散给下出来 所以这两根K线实际上都是阻力在西处的 不用看莱物图数据 从量降就完全可以看得懂 那么之后的反弹 同样是我们认识范围内的反弹 我们再看这个地阳线 它就是背量的了 而之前是连续跌停 而这种跌停大概来说是有理空的 同样这个地阳线是从跌停直接打到涨停 这叫地天板 而这种量我们也看到了 那绝对是大资金 并且是知道下跌逻辑的这种大资金 并且他明白后期方向要转变 他才敢如此重磅的资金砸下去 所以在看到这种情况下 那么当天也是一个关注点 第二天因为这种地阳线的强度比较大 直接打到了涨停 所以第二天它回踩的概率就不大了 如果第二天高开幅度不是很大 或者潘中有个回踩 缺口附近仍然是关注点 实际上我们关注点就两次 当天和第二天 基本建仓的成本相对都在低位 破心低止损亏的不多 赚多少不知道 其实用可控的可以承受的风险 去博取乌仙大的收益 这就叫小亏大赚 另外再通过黄金污点的共振 实现我们的高概率 所以制定交易计划的核心 小亏大赚加高概率 一定要硬在我们的脑子里 成为我们的交易信念 制定了交易计划 而没有严格的执行力 是大多数散户朋友容易犯的一个错 其核心逻辑就是没有去理解了这个交易计划 以及我们如何实现文件收益的核心逻辑 成功交给大家的都是方法和逻辑 只有消化了才是自己的能力 检验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执行力 看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从之前的绿油油一片变红 彻底改变以前 声套四扛扛不住了最后割肉的坏习惯 去建立小亏大赚 将高概率的起掌模型 我们再来看双敌和图鉴的形态 这两个形态就是多根K线的组合了 实际上我们从单根K线看 这也是一个火箭升空 只不过它是营量 没关系 反弹一波以后 二次回踩再次出现一个火箭升空 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双底 并且从量看 上涨要放量 回调要缩量 缩量完了以后 再次被量的起掌 又属于建藏区了 那这波反弹就是我们任职范围内的受益 破心地止损小亏 我们先从逻辑上理解 这个方法确实是赚钱的 然后就是提高自己的执行力了 所以我们要定位自己 是激进的还是稳健的 自身的操作能力有多强 执行力有多强 先要给自己定位 然后再选择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凭准 是做个股还是做ETF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成功都会慢慢的交给大家 我们再看第二个形态 头肩底的形态 这是头 左肩 右肩 那么我们的建藏点在哪里呢 实际上这波灵力的阴线的下跌 一旦出现止跌 火箭升空 或者是地阳线 实际上它也符合 激进的有操作能力 朋友的一些建藏的标准 因为这种做空都能彻底释放以后 它本身就存在反弹的要求 一旦K线形态符合单根K线 两根K线 均符合量价配合的起掌模型 虽然是单底 但是有能力的朋友 已经可以开始关注了 那这波起掌以后再回踩 在右肩附近 我们确立指定 并且起掌的时候要放量 回踩的时候要缩量 再次出现了起掌的标准 火箭升空 两线 或者早晨之星等等 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二次机会 在这个位置 右肩的位置 结合量价 上涨放量 回调缩量 就可以了 第三个关注点 是突破境线 突破境线 这个一定是要放量的 因为他要把之前的一些套牢盘去解放 没有志在高远的一个目标 他是不会放量去解放这些套牢筹码的 一旦把套牢的筹码和获利盘统统释放干净以后 大阳线拔起 那么这个上涨空间就打开了 所以从头肩底的形态我们去看 他有三个标准的卖点 但这三个卖点各有各的意义 一定要理解逻辑 选择适合自己的卖点进行关注 下面咱们进行实战案例模型学习 我们看这是中裁科技周线 5月23日咱们制定交易学习模型 变长区 有损区 破心低 小亏 目标 中轨 二十八附近 大转 小亏大转 符合 那么这个概率如何符合呢 因为他是周线 其实已经超对了 并且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个地位先放了以后再缩量 周线级别的火箭升空 所以第二轴和后期都是建长的一个标准区间 因为他符合小亏大转加高概率 那么之后的走势如何呢 我们看这张图 这样我们看到了吗 反弹是超预期的 咱们的目标 中轨二十八附近 实际上他到达三十二附近 前期的称交密集区出现再次的回落 而这次的回落 他在构筑什么样一个形态呢 我认为他构筑一个双底的形态 这个概率比较大 一旦在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方量的大阳线 或者是火箭升空 就再次符合了我们的建长标准 他同样符合小亏大转将高概率的原则 我们再来看长春高新的实战 按理学习模型 这是五月十一日 咱们通过周线级别制作的交易计划 为什么要制作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它也是一个在双底形态中的底背力模型 周线级别收出一个下影线 所以周线级别的火箭升空 在周线符合期长标准的情况下 在日线走买点 我们来分析长春高新的日线 大幅下跌70%以上 空间到位 第一位周线级别收出了双底和火箭升空的期长标准 我们看咱们是在5月11日 这个位置给大家做的交易计划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吗 这根K线4月27日的叫地阳线 地阳线之后 股价上涨 形成了日线级别的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偷见底的形态了 右肩稍微偏弱一点 那么我们在5月11日制定交易计划 回踩140到150 这是一个建长区域 反弹的目标250到300 是否符合小亏大赚呢 是否符合高概率呢 后期的走势已经给出答案 这就是制定交易计划的意义 我们竟然股市是偷鸡来的 还是偷资来的 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选什么样的投资方法 所以在失败的时候 不要怪任何人 也不要怪市场 学会审视 检讨 建立起科学的符合赚钱逻辑的模型 再把执行力提高上来 就可以了 万事万物都是由因果而决定的 而这个因就是我们的思想 而这个果就是我们实际的账户 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 所以当我们建立起这种赚钱的交易系统 这个从逻辑上 它是赚钱的 那么我们的思考的方式 它就是赚钱的 我们的结果才会是赚钱的 我们试想一下 过去的追涨杀跌 这是赚钱的逻辑吗 基本都是小赚大亏 这是亏钱的思维逻辑 所以结果它必然是亏钱的 别人已经大幅应裂 50%以上了 你在高位撼追 低息的朋友已经在高位 派盘利润了 但是没有操作体系的朋友 往往是涨起来以后 在高位容易吸引到眼圈追进去 那必然很容易成为接盘项了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之前的一些模型 这是19年初 对合理泰周线 我们制定的一个交易模型 通过量 价 时 空 再到交易系统 以及题材 我们制定了这样一个交易计划 形态上是双底的形态 量价 也是符合的 并且 在缩量以后 出现了倍量的气账 在符合黄金五点公正气场标准的情况下面 我们的计划是4.5 关注目标 9元附近 大概在龙县附近 那么之后的走势如何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基本反弹在龙县附近 但是它是在8块多一点 没有到达9块钱 因为它在空图趋势中 龙县会下降 它会往下移 所以我们制定交易计划 建仓也有错的时候 错了 严格之损 目标位也有不到的时候 虽然不到 但是当我们看见在压力位附近出现了 这是什么样一个模型 分钟烛 向影线是火箭升空 看涨的 上影线是分钟烛 分钟的蜡烛 容易吹灭 是看空的 所以老朋友啊 一定要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新朋友关注成功 咱们粉丝朋友多了以后 那成功呢 不单会交给大家这些核心的 十三星比较强的技术 还会把这种智能量头的编程的课程 免费的在咱们平台去交给大家 帮助真正爱好 喜欢投资的朋友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我们再看上级数控 这是5月17日 咱们做的交易计划学习模型图 建商区 止损区 小亏 第一目标 180 第二目标 240 前期的震荡区间的下眼 第三目标 320 为什么制定这个计划呢 周线级别的 实际上 也是双地形态之中的 地背离 当周线符合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在日线里边 就可以去找他的关注点 那么之后的走势如何呢 我们看下张图 大家看到了 到达千七的 城郊密区的下眼附近 就是我们的第二目标附近 它中间有过宋配 180是出钱的价格 实际没有出钱以前 是240 这是我们给到的这个第二目标位 240 所以大家看这么多的实在的学习模型 我们都是提前制定交易计划 最后通过走势去验证 所以称公只想把这种啊 就是实在性非常强 并且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法 给到大家 下期视频 咱们解读 黄金五点公正之变盘窗口期 关注称公 投资有方向